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从小就吃这一家的肉园长大了 我很爱吃这一家的肉园 甚至我觉得这一家的肉园是屏东最好吃的肉园 从好喜欢吃肉丸到成为自己心目中最爱的那一间肉园老店的老板 吴清淑常想这一切大概就像在作目吧 因为我每次放假就一定会来肉园店报到啊 如果啊有一天啊 那个老板娘告诉我们说她肉园 想要给我们做 对我来讲 这可是我人称中 重乐透的事情 没有 你要包的喔 重乐透 那该是多让人惊喜的事 不过吴清淑如今回想起来 那一段人生中所谓重乐透的日子 却是五味杂陈 曾经她离乡北上打拼十多年 在电视台单认识讯师 太太则在科技业做到了 有百万年薪的客服主管 那时若不是怀里的小儿子 一出生就宣告心脏衰竭 或许当初也不会 毫不犹豫就回乡麦霸玩 这就是我努力的原动力 几岁了 现在 君君你几岁 你二岁 六岁 她六岁了 她那时候就是 满月的时候 就被医生诊断出来 有心事中隔缺损 就所谓的先天性心脏病 她这个手术是必须要把 胸骨切开 然后一层一层进去 然后把心脏打开 然后装做修补 那我们小baby的心脏 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手指 就手指指头这个大一点点 七年前这个做爸爸的 正是因为听着医生这番解说 听着听着就红了眼眶 姑且不论术后复原的路 有多漫长 她光想到孩子才满月 就要历经种种生死关卡 那实在太撕心裂肺 我其实 现在 一想到还是会 对 因为这真的是一段很难忘的经历 这很难忘的经历 因为 孩子 对啊 永远是心上一块肉 那时候常常会觉得 为什么 为什么她会这样 是我太太怀孕的时候 我们做了什么事吗 就像这样有好长一段时日 除了医院工作 南北奔波心力交瘁的时候 自责总会吞噬理智 占据心头 三个儿子都还好小 两夫妻心智在强大 气力缺还是有限 庆幸的是改变的机会来了 约末就落在自己快充不住的时候 其实我们通常 在昂节目的时候 是 通常手机会关静音嘛 震动 那如果家里面有突然打电话来 一定是大事啊 那我记得有一天 突然在昂的时候 然后我太太就打电话来 那时候是我太太她回 南部休假 那我就想说 什么事情啊 因为她回来看孩子啊 那是有什么事情嘛 那我刚才接近起来 我太太就说 你中乐透了 这张人生里的大乐透 原来并非天外飞来多少钱 相反的她还得回老家 乡家人借钱跟银行贷款 才有能力买下肉圆老店 偏偏举家搬回屏洞后发现 每个睁开眼的日常 都是排山倒海的考验 她如果她的磨石啊 没有那么紧密的话 磨出来有时候的米浆是 米粒会很粗 而且如果我们的水啊 在调整没有注意的时候 它磨得太快 出来的米也会很粗 米的粗细关乎粉浆质地 所以磨米要全程紧盯 至于主家 就更需要经验值跟火候功力 如果有磨泡的时候 就要赶快调整火力啊 火太大 它就会 会有颗粒啊 这时候连员工都会发现说 你昨天是不是 那个又没有专心了 连员工他在 在做漏鱼的时候都会觉得 都会知道说 原来我昨天又打混了 现在能够轻松土漏的老生常谈 谁又晓得 那可是经过了好几年 反复躺在挫败跟崩溃里 才有办法提炼出来的 他说尤其一刚开始 跟着老师傅出学的前三个月 才真是惨不忍睹呢 那个学不起来的 那个情况很惨耶 就是肉圆包也包不好 然后那个他们所谓的眼睛看 然后嘴巴长鼻子纹 然后就可以去感受那个肉圆 应该要怎么做 可是我真的感受不到 然后我记得我有一天打烊之后 我就对着那个老板生气 我跟他说我学不起来 我觉得我太笨了 真的学不起来 说穿了 老一辈不善量画数据画 在传授过程的确成了折腾 吴清叔想不到的是 他好不容易逃来一套数字标准 终于能够一样化葫芦了 生产关键粉料的厂商 却宣布停产 那时候我会觉得说 我当初付了那么多钱 就是学了这样的东西 那我现在才做没多久 又要想办法自己去找原料 去把原来我学的东西去取代 甚至去把它把它翻转过来 那我会觉得很怎么办 会觉得说原本走的路发现 原来这条路好像没办法再走下去了 到底延续一龙老味道 怎么能够这么难 但也是这么一道转机驱使他 对着屏东市区二十多间的 肉园老店做试调 心想既然市场大多的肉园 都偏厚实饱满 那何不反其道而行 做皮薄Q弹呢 这根本是找麻烦 而且肉园不是现买现卖 你是必须要在锅子里面待一段时间的 那你如果肉园待越久 它就越容易会软烂 那你要想办法在做饱的情况下 到顾客嘴里面的时候 是还保持肉园还是完整 然后还可以Q还有口感 这个真的是很折磨人 说起台湾肉园南蒸北炸两大流派 屏东肉园因为用的是再来米浆捏锁炊蒸 经不起冷冻 所以几乎现卖现蒸 而无亲书改良的南部肉园Q度口感 介于彰化肉园与台南肉园之间 之所以麻烦正是小丛半浆细节大到炊蒸浸泡卤汁 和起锅的时间点都要精准拿捏 它在包的方式它的肉是用翻的 它是从下面翻上来的 那我的话就是用比较保守型的方法 就是上下两层的这样子 我的看起来做很慢 可是速度不雅于它 肉圆怎么包无关出炉后色味焦不焦媚 又或谁的包法更甜鲜美 但手法总有适合自己的 一如一路走来 两个人都追求尽善尽美 做法却不尽相同 于是乎过程又免不了连番的争吵 我是从smart世界来到一个做古早味的世界 这就是这一句话就可以证明我们的冲突会有多大 我觉得这一张桌子可以做见证 这一张桌子这个地方有一个缺陷 有一个缺口 那时候是我 这一张桌子当初在定制的时候 师傅就跟我们说他会用最后的材质来做 保证让我们用百年都不会坏 然后没有想到会在我们的冲突的时候 他竟然可以把它弄坏 夫妻两个炒到最凶的时候 是先生把桌子砸了 太太也直接带着儿子离家出走 但气消了隔天店门拉起 一道一道难过的乖 最终还是两个人牵起手才停了过去 三颗 三颗 内用 蒜头菜都可以吗 他们会去观察你的生意好不好 然后他会去观察你的东西行不行 那也许他先看别人吃 看别人吃行不行 如果不行那就 就是这家店 在他们里面打叉叉 刚承接老店的第一个年 执疑善效其实都不算什么 毕竟他们一路走来 简直能说是被放大精简是长大的 但也或许就是那股没有退路的勇气 逼着自己每天都要做到最好 才总算赢的人心 其实我的热情是来自于我的客人 我第一次吃肉也是我阿嬷带我来的 那个感动一直到现在 那个味道到现在还是 跟我现在做出来的肉也是一样 终于现在守得云开剑月明朗 质朴的老味道里 原来任何干美衣都是用直凹般的坚持 向时间典当而来 好